根據年事警察局新聞中文臉書,6月3日早上10點半左右,皇后區105分局轄區的Landell街甲83大道附近,一名82歲的老爺爺接到一個陌生男子的電話,聲稱老人的孫子被逮捕,讓老人支付1萬美元的司法費用。 幾小時後,老人同意讓嫌犯到他的住所並給了對方現金。 6月12日早上10點左右,馬哈頓19分局轄區的Mason大道夾東86街附近,一名93歲的老太太接到陌生男子電話,聲稱老人的孫子被捕,讓老人支付9500美元的司法費用。 幾小時後,老人同意讓嫌犯登門並給了對方現金。 6月15日下午3點左右,皇后區109分局的26大道夾210街附近,一名94歲的老爺爺也上當受騙,案情類似,老人損失9500美元。 警方公布錄像,嫌犯為一名西域役,大約20到30歲左右,身穿黑色有花紋的運動服,並呼籲知情民眾撥打停止犯罪熱線或登陸網站提供信息,消息來源保密。 新唐人記者柯婷婷,紐約報導。